早期的中国,地大乌博,但交通不便,因此许多偏远地区的人为生活而到远方谋生。 万一身体不适而顽固他乡,又不愿安葬外地时,就请当地的感尸法师师术愿返相邻。 这就是中国有名的感尸。 感尸的方法有很多种,其中有活感尸,这是利用僵尸怕火的心理,将僵尸驱返家中。 另一种叫做银琴感尸,这是利用人贪钱,鬼也贪财的心理来感尸。 僵尸会随着道士所洒出的纸琴往前走。 还有一种叫做射魂灵感尸。 走啦! 快点,快点,走。 走。 走。 走啦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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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连你们走路都会碰到树 我看你们该出操了 来 右转 再右转 再右转 笨 来 再右转 好 向右转 再向左转 向左转 不错 好了 我们上路了 走 走 走不动了 你又想给我偷懒休息了 不行 给我走 赶路 走 走 走 爸爸 你们在说什么 在说什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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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 快 走 快 快 还 快 中文字幕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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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